目前今天女单短节目的比赛 还剩下最后一名参赛选手 来自日本的季萍梨花 今年18岁 短节目的配乐是 珍妮夫托马斯的作品 The Fire Withi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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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为她有一些担心 但是看完短节目 好像担心有点多余了 是的 是的 珍妮的这种优秀的选手 就是能在大赛的时候 调动起自己最好的状态 是 确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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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梨花在整套短节目当中发挥的非常出色 三个跳跃完成的非常高质量 而且整套节目的表现力也非常的好 而且在步伐前还有一些比较新颖的动作融入在步伐里面 是的 是的 今天也是第二个出现3A的选手 我来回看一下 那点三周 连外点三周 我来回来 状态保持得非常不错 步伐前一个非常新颖的一个侧手饭 这个小巧思也是加分不少 作为今天最后一个出场的运动员 也是压力非常的大 对 也是他的几个主要的竞争对手 像谢尔巴科娃发挥出了 非常高质量的表演 我们期待几瓶梨花能否冲击一下 目前第一的谢尔巴科娃的位置 最后是拿到了79.08分 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二位 那这样的话今天的女单短节目的比赛就全部结束 俄罗斯的谢尔巴科娃是排在了第一 日本的几瓶梨花是排在第二 另外一位俄罗斯的选手 图克塔米什尔巴是排在第三位 希望在接下来的自由滑当中 他们都可以发挥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在世锦赛当中能留下一个美好的